早年移居澳洲的葉麗儀 這日就和老公現身香港機場 飛去多倫多為50週年循迴演唱會做準備 提到早前在新加坡循迴演出之後 住緊的酒店公布有一個 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個案 葉麗儀都要先自我隔離才回香港 其實我昨天在澳洲回來 我自己在澳洲因為在新加坡唱歌 我自己隔離了14天就沒事了 昨天回來 我在新加坡唱完之後 唱完之後去澳洲 我自己隔離了14天 因為我住在酒店有一個個案 昨天回來見沒有什麼人 還有我們坐機鐵回家 整個車廂只有我們兩個 所以我今天出來公司有車來車 所以我都沒有戴口罩 但是相機我會戴的 其實最重要是保持自己身體健康 你的免疫力很華 你很多東西都可以抵抗 盡量保持自己身體健康 保持開心點開朗點的心情 給一個積極點的態度 不要讓人想得這麼歡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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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